那我们从那个马尔旺 我们今天就要往那个伊乌拉 我们今天要往伊乌拉去玩 其实伊乌拉做那个罗马时针 是所做的一个古城区 叫做伊乌拉 这个名字还是不太好念 因为有时候这葡萄牙文 真的是很难念 那我们今天从伊乌拉 还要去欧比多斯 吃欧比多斯 然后我们就会到那个比斯本 这个城市 这个伊乌拉这个城市 可以说是这个 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古迹建福物 你看 这连这个小朋友都要来这里考古 你看 那今天我们进伊乌拉这个小镇 我们去看看这个伊乌拉 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博物馆 那 从以前罗马时针 他也是把这个城墙围绕 年后呢 葡萄牙人为了要缓缓 要缓这个西班牙人的入侵 他就增加这个城 增加这个城一层一层一层 这样把它做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 尘埃的建筑物 就是受到罗马跟摩尔 以及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尘埃 尘埃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拍一个团体照 这个地方也就是 最吸引游客要来的地方 最吸引游客要来的地方 好 再来 每一个重要的点 都要拍一个团体照 好 你们要讲什么 来 来 瞧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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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呵呵 哦 啊 好 所以说 这个 这个遗物啦 就是这样子 还有 其中 我们刚看到的以外 此外 这个尘埃 还有一个人古礼拜堂 跟一个大教堂 都是很有名气的一个景点 所以 这个地方可以说处处都是古迹 啊 它有来是古侠 是1986年的时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给你带进这个世界 这些人类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不同 不同 那个 其他的小镇 所以我们 从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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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来到这里 经过蒙萨土 也好 马尔旺也好 来到 伊尔拉 伊尔拉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很难得能够看到 罗马跟摩尔的中世纪 他们修到基督教的文化 所以它就是形成不同的建筑风格 我们的导游 我们的领队也是很爱抓宝的 所以我们慢慢走 我们慢慢细细品味 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小镇 虽然看起来都是老房子 但是我说 葡萄牙的经济不怎么好 感觉上是不怎么好 但是老祖先留下的这些古迹 可以足够养他们的老百姓 因为观光客来的很多 我想我们一路都没有碰到台湾团 是不是形成不一样 不知道 那我们都没有碰到台湾团 所以大家都没说到台湾团的习惯 有啦 有回到一团 他们说他们要去三个国家 去七土一整天 十三天 我们一个国家来十天 十天我又没够开 我觉得这个后面要来拜十三天 还有这些地方 当部的地方也是要去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这一次 这个行程 十天的行程 我可以说 都挑这个精华地点 精华点 以后我自己要自助旅行 我来一个月 人家来台湾团 就来 吃了一个月 我来葡萄牙 比台湾团 我来一个月不够 不然我就 两天来吃了两个月 我就去 两个月给你们看 很浪漫的一个小镇 叫做 伊乌啦 我们来到欧比多斯 伊乌啦 来到欧比多斯 欧比多斯这个地方 也还有一个名字 它叫做婚礼之城 婚礼之乘 就是说大家都在这里结婚 這個地方叫做歐比多斯 這是來自於一段歷史故事 就是生完十三世紀的時候 當時那個國王帶鳳凰伊莎貝爾 因為鳳凰很愛這個歐比多斯這個小城 然後那個國王就把這座帳上的鳳凰動作禮物 婚禮也是在這個小城基姓後來 歐比國王他們都傳承下來 做一個傳統 每一道如果是說在這個小城結婚 就送皇后 這個小城就順理成章 讓皇后來治理家整個大小事 所以他們處歐比多斯 也有一個名字叫做皇后之城 鳳凰之祥 所以住在這裡的人 都是他們的山丘上 可以說都是曼努埃爾寺的城堡 城內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狭窄的巷弄 各國父的巷弄 家家夫婦都這樣裝點一些 你看他們門的頂管 都有一間那種羅曼帝克 結婚啊 那種浪漫的氣氛啊 所以說我們來到歐比多斯 就是好像行優探秘的喜悅 來到這裡 讓你看到這個地方是分類之下 就是人要結婚的地方 你看這間店這麼漂亮 這間店在賣山 這間店裡面都在賣山丁魚的喔 你如果看到店這個 這個開口的這個形 就是都是山丁魚的店 所以你看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大家結婚 那個分類之下 也叫做皇后之下 所以你看他們門的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這個城堡 但是這個城堡現在變成很有名 很多人來這裡發結婚 所以分類之下 那在我這裡聽我介紹後 學生媳婦要結婚的人 也可以來選擇這裡 也可以來選擇我們的蒙古包 剛才在蒙古有一個蒙古包 有道主氣婚很好 也是很結合結婚 拍婚紗喔